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半胆之反流 如为医生特邀专家王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人医师 首先呢 它反流的原因呢 是因为胃动力差异起来的 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 调整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 那就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饮食要清淡 三餐定点 同时呢 吃饭要吃上七分饱八分饱 不要吃得过饱 不要饿肚子时间太长 再就是刚吃完饭呢 不要马上去弯腰扫地 减少反流的发生 如果反流严重的患者 我们建议是睡觉的时候呢 可以把床头垫高 我们说的是垫床头 不是垫枕头 床头垫高三十度 那么也能减少反流的发生 如果这个生活方式和饮食改善 都不能明显有效时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可以服用胃动力致剂 那么服用那个中和胆质的药物 来进行改善 我们就临床上发现呢 就是还有很多患者 就是做过胃切除手术的患者 不管是肿瘤 还是溃疡 还是出血 进行胃切除手术的患者 那么在做胃镜检查时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胆质反流 因为它那个胃变小了 它的功能也差了 所以这类患者呢 其实建议呢 是把胃动力药和中和胆质的药 可以去使用上 会明显地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